在日本我们确实一直碰壁 一直被拒绝 对 而且我们在美国的那一集 不是第一次 其实Anton是我们问的第二个人 可是第一个人 其实他不算失败 一样我们就直接去问 说我们有一些问题 我们可以访问一下 马上OK啊 你们想要问什么 马上让我们问 你要不要去台湾 第一个人也是说 要跟我们回台湾的 比如说答应之后回家 他发现他的工作 没办法抽身 因为他老师 没办法抽身 所以我们才去找 第二个就是找到Anton 所以算两次 我们是直接当下问路人 直接中 对 美国两次是two for two two for two 真的 然后刚刚Ary讲的 我们在日本 一直碰墙 我觉得日本人很夸张 夸张到 我觉得 他可能是亚洲国家里面 可能是最严重的 我觉得是属于所有难 我觉得如果我们没有拍片 我们要找路人大话 都很困难 都很难 就曾经 我们之前去日本玩 问路什么 他们常常第一个反应就是 すみません 然后直接走掉 我觉得他们不想要这种 跟陌生人的这种interaction 然后我们确实在找到那两位 跟我们到台湾的日本人之前 被拒绝了好多次 然后还有人就是 我记得艳问的时候 连看你都不看 我站在他前面 我记得他也没有在玩手机 没有 他就是等红绿灯或眼睛就直视着远方 然后在他前面 嗨 excuse me do you speak english 然后 连眼神看都不看我 他就看着前面这样 他看着前面 对 然后给我一个说字 no 他也没有讲no 他就叫 眼神就叫我get the fuck out 然后我就觉得 哇 哇 也没温度啊 我觉得就有点受伤 你知道吗 而且在我们那天拍摄之前 我有做自己的一个拍摄 我也是要找路人去访问 然后在日本 我真的问超过20多个人 没有一个人愿意 而且你是会懂日文的 我懂日文的 我一开始是用英文 英文开头 然后不行 然后我开始用日文开头 也不行 那是人的问题了 应该是人的问题 应该就是我的问题 因为西班牙文也不行 所以就是在我们那天开路之前 我就有点悲观了 我就觉得好难好难哦 然后确实我们就是被打枪了 应该有个十次左右 然后我们才遇到了 Mitsu跟Siu-san Siu-san 当然忘了 Siu 当然他就Siu 就是Siu跟Mitsu这两位 其实我们其实蛮有趣的 就是那时候我们在Shibuya 人最多的地方 然后我们就是在找日本人嘛 然后就是 其实我就是在观察 因为我们在街头访问 或搭讪的时候 其实 很少人在做这件事情 可是有在做这件事情的人 其实你会知道 你要去观察 哪些人 而且有可能会回应你 对不对 就是走得很快的 或者是 他带着耳机的 或者是很明显 就在讲电话什么的 就是他不会是你的人选 所以你在找 有没有可能跟你有 eye contact 就算是0.5秒到1秒 他如果只要 多留个 那个敏感度是有的 反正我在找这个 许不要的猎物的时候 然后就眼睛飘到 一个型男 帅哥的 眼睛上 我不是因为他帅 我才看他 我在找猎物 然后我就 他确实蛮帅的 我跟他lock eyes 超过一般的 可能lock eyes 你会看到可能0.5秒 他就马上飘走 差点都爱上对方 他就是多了那0.5秒 到1秒 他觉得他可能好奇 我可能在找什么 然后他也有可能想要 好奇感比较深 他说OK 就是他了 我们就直接上去 说不好意思 我可不可以 就问几个问题 我们是台湾来的 然后他马上就很friendly 就说Yeah I want I know Taiwan 然后就直接想要聊 然后就跟他讲我们的气话 然后他就超想去 可是他不qualify 可是他不qualify 对我们的气话 是想要来台湾 然后没有来过台湾的 可是他来过台湾一次 他就 其实他在那边 许不许要等他朋友 然后他朋友很快就来了 因为他当下是说 我没办法去 不过我朋友没有去过台湾 他可能会有兴趣 然后我们就觉得说 这个人感觉非常的down 那他朋友可能是同一个vibe 感觉就是答应的几率也很高 所以他朋友就叫Chattani Chattani后来就来了 然后可是因为他工作的关系 就是他没办法排班 所以他没办法去 然后后来Mitsu才 OK再call另外一个朋友 然后才叫Mitsu过来 然后Mitsu就是 他其实来的路上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好像可以了 就感觉蛮down的 他直接叫一个可以的人来 我觉得日本的一个文化也是 就是他们如果在工作 让我感觉这次 就是他们如果是有在上班的 他们in general都蛮负责任的 就是中间的那个Chattani 他其实是可以请假 我们一直给他理由说 你就请病假嘛 就去个两三天就帮你飞回来啦 人都会生病的啊什么的 就是给他一些台阶 他就说不行不行 我是店里面表现最好最有能力的那个员工 我不能离开 这样离开的话 就是店里面没有英文比我还要好的人 所以他一定要在那边帮忙 超级负责任 对超级负责任的 可是他也是很纠结 他超想去 他超想去 可是他已经决定 他就是没办法去 所以他们两个才呼叫 就是第三个人来 Mitsu 不是Mitsu 那个Shu 对呼叫Shu 然后Shu 其实为什么最后是Shu跟Mitsu来 他们两个人其实是老板跟员工关系 Mitsu是老板 然后Shu是他的员工 然后他们其实 他们的工作比较弹性 不像第二个 那个Chattani 他是在一个餐厅上班 所以每天就是一定要在那边 那Shu跟Mitsu他们是做自媒体的 其实他们就是在做抖音 不是帮自己做内容 而是帮一些公司制作一些 短音的内容 所以他们就是相对比较有弹性 然后他们就说 好他们一起去 然后我们觉得 好如果都让Shu来了 然后Mitsu也很想来 开放啦 一起啦 就让你体验 第二次体验台湾搞不好不一样的感觉 对啊 我觉得就是在美国和日本 街坊或者是做这么狂的企划 真的反差是蛮大的 就两个opposite end of the spectrum 真的 真的是 而且是end of the spectrum 有没有那么感觉 美国感觉最down最开放 然后日本感觉最害羞 然后最不会说yes to kind of 这种气候 比较封闭一点 真的很极端 所以我觉得在日本 我们在做这次挑战之前 其实我们就已经知道 这个是这一集最大的挑战 有多了 我们下期见 大人 大人 我今天在做这个 我们下期见